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是4月14號 我們多倫多的氣溫最高只有6度 最低可能要到零下一二度 那麼今天我要來跟大家一塊說說這個 這個牡丹大家都希望多開花 但是開太多花 那對這棵牡丹也負擔不了 花也開的不是很大 那現在我們面對這棵中原牡丹 我剛才幫大家數了一下 大概是53個花磊 那53個花磊的明顯太多了 那我的目標是把它輸到只有20個花磊 好吧 那輸花磊是很簡單 但是就兩個原則 一個就是在這個花磊 這個花磊如果你兩個裏邊取一個 那我們說你要留高的那個 就是把矮的那個剪了 如果兩個一樣高 那你把留著大的去掉小的 那麼修花磊的同時 我們還可以順便把我們的母丹修剪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面對的這個枝 我只修兩塊比較有代表性的 其他我們就不修 那就這根枝好不好 這根枝,大家看到沒有 這根枝這個花磊是粉紅色的 這個葉芽也是粉紅色的 那什麼呀 說明這根枝就跟其他都不一樣 它不是什麼芽變 而是它長的不健康 所以呢 我們怎麼先把這個不健康的 又想要的枝上的花磊怎麼修掉 那爭取它又可以發葉 又可以保住這根枝 這根枝是我要的 好吧,這很簡單 這花磊在這 大家看到嗎 小小的一個 那你拿剪刀怎麼下去 輕輕一條就掉了 好吧,這就掉了 那我們看看這個小花磊呢 在這 小小一個花磊弄掉了 那麼我們這個是併枝 併枝先剪 那接下來呢 這一個小的 這幾根枝枝上一共幾個花磊呢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一共六個花磊 太多了 我要怎麼樣 把這兩個花磊裡邊 我只留一個 那這個 明顯高過這個 怎麼樣 我們就把這個去掉 這個也不用剪了 好吧 手一掰就掉了 那麼 這兩個 這個高 這個矮 這個大 這個小 那不用考慮 把這個先踢走 那麼 這個花磊我要 這個花磊呢 我也要 那 這兩個花磊呢 我兩個裏邊取一個 這個就有點麻煩了 這個大 這個小 這個高 這個低 那 我想要哪一個呢 我想要這個 因為它 在這個位置上 還是有開花的空間 這個呢 就和裏邊擠的太多了 那麼 但是它又高 它又低 怎麼樣 我們就採取這個辦法 大家看看 我連它的枝一塊兒剪掉 大家看到吧 我連它的枝一塊兒剪了 這樣子的話怎麼樣 它的頂端優勢也被我剪掉了 這個花磊也被我剪掉了 這個花磊也被我剪掉了 這個花磊呢 就可以 它邊上這個花磊就可以自由生長了 那我們再等會兒再看看別的區域 好 那我們再等會兒再看看別的區域 大家好 我是青石 這個我們剛才修剪了剛才那個小片 那麼我們現在再來看看 這個也比較有代表性的這個小片 好吧 這一片呢 大家看看 有幾個花磊 我點給大家看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好吧 那這裡邊有五個花磊 我要把它去掉三個 那麼 很明顯 一二三在最上邊 這個在最下邊 但是這個位置很好 這個位置很好 這個我是想讓它開花 那第五個呢 在這個底下 看到沒有 在這個最底下 在這個最底下 那這個地方怎麼樣 我們連這根枝都不想要了 不要說這個花磊了 那我們把它怎麼樣 先 剪掉 好 連枝帶磊都剪了 這個枝也沒用 因為是在最底下 好 這就輸掉一個了 那這兩個 這個要要 這個要要 對不對 這三個裡邊 怎麼樣 要留兩個 那留兩個呢 那我可能就 在 這個最高 我把它留著 我把它留著 在這兩個 裡面我挑一個 那我就挑 我把這個靠牆的 我這個不要了 好吧 大家看到嗎 這個靠牆的不要了 怎麼樣 這個很簡單 一掰 一掰 看到沒有 一掰就掉了 好吧 那麼就把它掰掉了 這樣的話 這個裡邊就輸掉兩個花磊 每個都是這些原則 慢慢慢慢來 這個兩個 也是有代表性的 哪兩個呢 這兩個 看看啊 這一個 這一個 看到沒有 這兩個葉齒花已經產生了 那麼怎麼樣 這兩個我肯定都不要了 對吧 這個 揪掉 對吧 這個 揪掉 好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 怎麼樣子呢 先把病枝上的花磊 揪掉 保住枝 再把怎麼樣 挑花磊的時候 要高的 不要低的 要大的 不要小的 那麼再加上怎麼樣 把這些已經產生 葉齒花的花磊 把它都揪掉 那這樣的話 那我們這個花磊 按照20個左右輸 那也是不是很難 因為掌握這幾個小原則就行了 好吧 那這顆東西 花是比較多 等會兒我再把它修一修 希望它開點好花 讓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過20天 好 那就我們今天就講到這 如果大家對我的頻道有興趣 可以訂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覺得這些 視頻有點小意思 就可以幫我 謝謝大家幫我點個贊 謝謝大家 拜拜